刚刚也看到了 在这个区域就有一个人 非常的焦躁不安 反复的踱步 非常的重苦 他不光希望比赛早点结束 我感觉他希望 他的人生都会赶紧结束 让我们欢迎蒋布洋 Poco的时候大会2020 全集赛的那种宝 感觉今年会有人打起来 就看今年谁比谁强壮吧 我对这个赛事没啥想法 我知道你的稿子是啥样 一会儿改这一会儿改那个 爱打打地 演完拉走 郭阳又是每次上台都表现非常好 但他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容易退赛 所以等下不管我的票是多是少 我都不会再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让他退赛 我觉得他要退赛 今年可以现在就退 退得早一点 张博阳如果好好给我写稿 其实进前三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小子呢 你看的那个样子 他就不想好好写 这就是艺术家呀 我挺认可他的态度的 自己端品不行就不要硬伤了 走一期看一期 我对后面的没有任何期待 演到哪儿算哪儿的 上去有多少信心就有多少信心 张博阳采访结束 哇 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心里的难受 我差点又退赛了 哦 我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知道我本来这期节目还挺想拿个名次的 因为去年退赛之后 我爸就总觉得他能指导我的创作 给我发一些网络段子 说这个段子好 这个段子好 拓尤大会讲这个 我说爸 咱干点啥不好 为什么要学白凯南 其实出了这个事 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想着拓尤大会好好讲讲 谁能想到 今年这个世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件比件震撼 东非蝗灾 科比去世 澳洲森林大火 你感觉白凯南放在里面 根本不知一提 除非澳洲大火是他放的 我发现这几个月 在网上 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重洋媚外的标准 好像在逐渐降低 以前只有觉得 国外一切都好的人 我们才说他重洋媚外 现在变成 只要觉得国外 有任何可取之处 我们就说他重洋媚外 上个月 有位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小孩的早餐 应该吃肉蛋奶 不要吃粥 被人骂上热搜 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 吃肉蛋奶就是重洋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 我刚好吃了红烧肉 松花蛋和双皮奶 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我吃的原来是顿歇惨啊 气人不气人 真的搞不懂 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 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 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 发送到由蒂摩西 约翰蒂姆 伯纳李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 发送内容 居然是批评别人 重洋媚外 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 你为什么要当键盘侠 你去当算盘侠呀 太难受了 但是虽然这些人的逻辑很荒谬 但是我在网上也从来不敢 跟他们正面交锋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本来没有规则 人数够多就能制定规则 为什么 白凯南抄袭 我能抢占舆论的高地 是因为我有理有据吗 不 因为白凯南 是一个完美的维权对象 有名气 没粉丝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发生啊 但是如果 我抄袭的人是 蔡坤 公司还会帮我发微博维权吗 啊 就算发 内容也只可能是 天呐 我们节目的经典段子 竟然被蔡坤老师实名pick了 竟然大家这么有言 要不要考虑来 偷游到三当嘉宾呢 两个表情 还是很有情绪 情绪太重要了 而这 就是我又跑来上节目的原因 虽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蔡雪文 但也想尽力避免 让自己 沦为白凯南 谢谢 谢谢 不要 谢谢不要 他怎么没有拿过名次呢 之前 他退赛 在去年的赛制里 他特别的过分 就是我们去年那个赛制 他等于说 我告诉你 新的赛制是不允许退赛 你只能被淘汰 没有这回事吧 我规定的 去年的赛制 他抢夺了别人的名额 等于说 然后他退赛了 这个真是胡说八道 我是凭实力进去的 所以接下来 每一场张某阳都必须上 对不对 如果不是每一场 我已经规定了 不允许退赛 除了你有什么生理问题 这个逻辑在哪里 哪有人家Rock之前 腿断着也来呢 所以把他腿打断 断条腿算什么 你看看Rock是怎么在 语气姐心中 获得一席之地的 就是坚强 我们听郭老师点评感觉呢 非常好 非常好 喜欢这种 接近完美 对 扫梅打个眼的 没有啊 他长得很斯文啊 很顺眼 非常好 为什么扫梅打个眼 说的是状态扫梅打个眼 状态也很好吧 他就能闻能舞 能上去 能收 我觉得挺好 非常好 好 这个评价也就很高了 能闻能舞张博洋 张博洋获得了三等 所以恭喜张博洋进入阶级区 费干嘛的赛 就这个女的退赛 张博洋这个表现 不得不说 确实精彩 博洋这一段 他就是用笑话 剖析了一个社会观点 而且里面的内容 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这段真的特别好 好 我们接下来 有请下一位选手 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节目 往上走 往上走